大家好,我今天再次录像给大家谈一谈我这一段时间的经历 然后呢,想把我这个事情说的更加清晰一下 在前几集中呢,我给大家介绍了两个片段 第一个呢,是我遭受这个脑洪迫害的技术原理 第二个呢,是关于我的政治问题啊,还有一些其他家庭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把我的这两个视频,以及要求中国共产党逮捕罪犯 严惩罪犯,返还财产,释放我和我母亲,释放我和我母亲 我父亲,以及我家族的其他人员 让我们这些存在生命安全问题的人 拿到自己的钱,顺利的移民加拿大 与中国共产党断绝一切关系 所有这些态度,我表明的已经非常清楚了 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给16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信 又给22个国家的大使馆 包括联合国难民署投递了诉讼材料 但是中国共产党 16位政治局常委收到我的这个投诉材料以后 到现在没有任何回应 我作为一个受到产无人道迫害的 大规模产无人道迫害的一个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 绝对的人民 第一,我现在被凶手绑架扣押在中国 他们随时威胁着我和我母亲 以及我父亲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二呢,他们还在这里 每天对我实施脑控酷刑 关于脑控的技术 我已经进行了全面的介绍 人吧,你人的大脑 就相当于一台生物计算机 相当于一台收音机 相当于一台电视机 它只不过是用微波这个频率 来控制人脑,干扰人脑 一般老百姓用的都是工业电波 微波的频,微波在工业电波之上 按波谱来说 它的波长更短,频率更高 一般老百姓不会使用这个频段 我已经把这个技术说得非常清楚了 那么现在呢 我已经发了上百万条的微波 把我所有的事情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分析 并且呢 从技术角度上还给这个中央领导 这个16位常委的诉讼材道里 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那么当时呢 我还把这个整个这几年来 国家所出现的几个重大的刑事案件 与我这件事情相关的刑事案件 进行了总结 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案底只要大家看一下 就可以很清楚了 第一 先是浙江的集资诈骗的刘英案 他们利用刘英的名义 进行集资诈骗 套取现金拿到钱以后 然后呢 想欠债不还 然后呢 要把刘英处死 作为替死鬼 说他是诈骗犯 这是第一个案件 就是他盗取了 受害人的身份证 房产证 伪造了其他的各种 成套的司法文件 以及什么保险关系 金融关系 存款关系 房地产关系 然后呢 套取了大量现金以后 想把 被利用的对象 杀人灭口 这样他伪造的所有的司法文件 都将成为合法 那么他也就合法的占用了 这一切财产 这是第一个案件 第二个案件就是 呼歌极乐图 和逆属兵案 这两个年轻人 都被活摘了 人体器官 啊 王后呢 被是 呃 用这个黑暗的 司法的手段 把这两个年轻人 判处了死刑 都是冤案 还有一个就是 山东的邪教的 集资诈骗 麦当劳的杀人案 还有一个呢 就是陕西发生的 临时的保安 对一个骑自行车的人 用双脚践踏他的头部 因为他们对我 实施脑控酷刑的时候 就等于是用计算机 用一个电子计算机啊 把电子计算机当做计算器 当做打算盘殴打我 殴打我的头部 因为过去 他们曾经伪造我 而有精神病 啊 栽赃我有精神病 实际上 他这里脑控里 所说的这些东西 都是谎话连篇的 电信诈骗 他这里没有实话 他这里头 用微波传送进来 这些东西 不是精神病 就是神经病 总之是基于 犯罪心理学上的 变态行为学 就是要把受害人 折磨成精神病 折磨成变态 他根本是在害人 所以这几个东西 纠缠在一起 就正好 加上复旦 清华 两个同学的 投毒行凶杀人案 整个案件就是 邪教 投毒行凶 集资诈骗 然后呢 司法黑暗 还有用临时工 殴打 受害人 还有一个就是 关在精神病院 栽赃陷害 他们现在呢 我父亲说 当时他们凶手 想把我母亲 致死之后 用暴力手段 找几个流氓 把我绑架到精神病院 然后像迫害 法轮功一样 给我投放化学药物 把我致残至死 然后呢 他们再把我父亲杀害 就把我们家 整个给灭门了 因为他们已经 盗取了我 我父亲 我母亲的身份证 房产证 以及其他所有的 司法文件 合法的手续 然后他们 伪造了成套的 司法手续 妄图通过杀人灭狗 满门抄斩的形式 霸占我们财产 整个形式 已经非常清楚了 整个的案情 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么在 从2008年起 实际上更早 是从这个 86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从我出生 一直到现在 我已经43岁了 大家看一看 中国国内的 新闻媒体上 以及国际的 新闻媒体上 或者电视里头 报纸上 互联网上 你能看到我吗 看不到我 除了我自己 录的像以外 你看不到 但是共产党 现在在干什么呢 却在利用我 贩卖我的 人脑器官 就打个 大家都知道 法老吧 法老的 木乃伊的制作 是利用了 脑 肺 肝 胃 肠 肠 五个器官 实际上 中国共产党 贩卖我和我的家族 包括贩卖我和我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我们三个人 加起来 一共是十五个人 身体器官 二十张支票 因为我本身十张 我母亲五张 我父亲五张 一共二十张支票 而在我们家族 这六十七年 这个过程中 我们家至少 八个家族 至少 死亡了 非正常死亡了 二十六个儿子 平均二点六八年 就要失去一个人 一个亲人 失去一个儿子 所以按这个情况来说呢 我在我的文字资料里 就说了 中国的总资产 现在应该在 五百六十万亿美金 而他应该支付 我的钱财 应该是五百四十万亿美金 也就是说 中国现在国家的总资产 是五百六十万亿美金 他应该支付 给我们家的是 五百四十万亿美金 也就是说 共产党为了谋财害命 他不惜使用一切手段 我这样一个 从零八年起 就是一个 个已经是一个传说的 这样的一个 几十年 被造谣诽谤 被利用来进行 庞氏诈骗的 集资诈骗的 一个核心受害者 但是在西门媒体上 在互联网上 在报纸上 在电视上 你就看不到我的存在 所以我现在 要做的 首先一件事情是说 你中国共产党站出来 我要求你官方 通过报纸 互联网 电视 电影 或者其他的 微信 微博 你发布 国家正式的公文公告 你共产党说清楚 我张扬和你共产党 到底什么关系 我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指的那个人民 我是不是人民 我是不是中国人民 我是不是世界人民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我的微博 看我在Facebook 推特上发的那些微博 我在那里都进行了 详细的介绍 所以我现在在这里 再次呼吁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执政当局 包括习近平 李克强 王岐山 张德江 刘云山 你们给我站出来 你们站到全世界面前来 你们给我说清楚 我张扬和你中国共产党 到底什么关系 你们不能就这样 不明不白的 迫害我们家人 你不能就这样 不明不白的 残害我 残害我父亲 残害我母亲 残害我 你不能就这样 平白无故的 霸占我们家的财产 你不能就这样 平白无故的 帮助把我们杀人灭狗 共产党对我们家 已经是惨不忍道 灭绝人性 我要求他政府 中国人民共和国的 中央政府 他必须给我发布公文 必须在新闻 互联网 报纸 一切有效的传统媒体上 把我的事实真相 彻底公开 彻底公开 我们家族的历史真相 反华财产 释放人质 我和我母亲 以及我父亲 还有其他可能有 生命安全威胁的亲人 坚决移民 离开中国 与中国共产党 断绝一切关系 你中国共产党 必须把 我和你们共产党之间 到底什么关系 说清楚 现在共产党是想干什么呢 将天天把我们家开着 又通过微波 把我的私人住宅 变成精神病院 对我进行残酷的迫害 妄同用变态 精神病 神经病的东西 给我洗脑 把我能够残疾人 他们已经在医院里 伪造了成套的 我的所谓精神病的病例 他们还想杀人灭口 拖延时间 谋财害命 根本是以时间换空间的 诈骗行为 他们妄同继续诈骗人民 诈骗群众 我现在怀疑 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内部 贩卖人脑器官的杀人犯 还在掌权 反人的罪犯 还在当官 他们还想掩盖罪行 所以我要求你 中国政府 习近平 王岐山 李克强 温家宝 胡顶涛 江泽民 张德江 李长春 吴关正 吴邦国 贾青林 曾庆红 或者你红二大其他人 必须又通过传统媒体 把我和你们什么关系解释清楚 这里在全世界面前公开 你想继续这样隐瞒真线的 蒙混过关 满天过海 最后想达到杀人灭口 摩扎害命的目的 门儿没摇 你中国公民俩 必须把真相 给我说清楚 你必须在你的传统媒体上 报纸 电视 互联网 以及国家的红头文件 公文上 把这事情说清楚 你想这样 不清不楚的 来迫害我 门儿也没有 大家可能不清楚 我在微波的辐射环境中生存 这里的 听到世界全是女流氓 不是男流氓 就是女流氓 大家也知道 贩卖人道器官的是什么 是政法委 政法委组织了国安 公安 加上地方的流氓痞子 娼妓 臭流氓 下三烂 臭鱼烂虾 完全是一群流氓 杀人犯 是中华人民共国最下贱的东西 什么叫小龙虾 他们就是这种人 最下贱 最无耻的年轻流氓 中老年流氓 根本就是一群杀人犯 这些畜生 这些流氓 天天在我屋子里 用微波纠缠我 迫害我 我要求他中国政府站出来 把市政策刀里说清楚 你休想再跟我蒙古混国官 满天过海 我已经下定决心 这件事就必须地彻查清楚 凶手必须绳之一把 真凶必须公开身份 他姓什么叫什么 我要求中国共产党 马上把市政策刀公布出来 我要求你习近平 王岐山李克强 你必须把市政策刀说清楚 要在电视台报纸 公投国政府的红的文件上说清楚 要向全世界说清楚 我在外面遛弯的时候 已经听说了 来迫害我的这群人 就是王岐山指使的一群打手 你王岐山想干什么 你习近平想干什么 你李克强想干什么 我要求你王岐山 习近平李克强 立即停止你这种行军犯队 马上把你安排的这些流氓打手 妓女娼妓 吓死了 杀人犯全部抓捕归案 判处死刑 反患我们的财产 由毛冬主席说的很清楚 这些来迫害我的人 就是人妖 毛冬主席是判了他们死刑的 你现在习近平 李克强王岐山在利用这些人要残害生命 残害我 残害我母亲 残害我父亲 我要求你习近平王岐山李克强站出来 一 把罪犯逮捕归案 二 公布历史真相 三 返还财产 四 你作为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最高国家领导人 必予向我道歉 处死罪犯 把杀人犯处决 这伙活在我人体器官的共产党的流氓贵的时候 抓出来 公开身份 姓什么叫什么哪单位的 身份证标准多少 判处死刑 把这回闹空流氓抓出来 判处死刑 你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 你现在等于在身为国家领导人 纵容共产党内的流氓杀人犯对我行凶 你习近平王岐山李克强已经犯有毒治罪 我是人民 你作为国家领导人 你纵容凶手对我行凶 这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攻击 是反革命行为 你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 必须把凶手抓下来 判处死刑 赵毛东主席江青 邓小平说的错 这些是反人类的流氓杀人犯 必须处死 我要求你习近平 李克强王岐山 必须给我公布历史真相 要向我们家承认你们的错误 逮捕凶手 判处死刑 返还财产 我们要坚决移民 跟共产党断建训关系 你习近平王岐山李克强身为国家领导人 你不可能不知道 你共产党的流氓贵的时候正在对我行凶 你身为国家领导人你在干什么 你这叫被人民服务吗 如果你们不逮捕这批反人类罪犯 并且处死他们 那你们就是现行反革命 你们就是叛党叛国 现行反革命 背叛中华民族 反人类罪 大家现在你们听不见 我能听见 这里头全是一群臭流氓强敌 我要求你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 公开向我道歉 发布政府公文 在传众媒体上 公布我们家的历史真相 以及财产状况 返还财产 把羞肉全部抓下来 判处死刑 因为这是毛泽东主席的意志 毛泽东主席的命令 就是连络 他们就是共产党 养的流氓刹事犯 政法委组织的国安公安 加上地方上的流氓 你习近平李克强 王岐山明知这伙罪犯的存在 你为什么不怪他们抓不过 你还想利用这人臭流氓 决续害我吗 你还要继续贩卖人口 贩卖人地机关吗 你身为国家领导人 你怎么能干这个呢 你手握了200万的军队 上千万的治安力 就这些流氓你处理不了吗 我要求你政府领导人 必须立即处理这帮罪犯 判处他的死乡 公开他们的真实身份 彻底把我少迫害的真相 揭露出来 否则你王岐山 李克强 习近平 至少是独治罪 你们敢于违抗毛泽东 将近邓小平的指示 如果你不落实政策 你们就是叛国 叛党 现行反革命 更别说反人的罪了 我要求你王岐山 李克强 习近平 必须把市政策要公开 逮捕这伙罪犯 判处死刑 好 我就说这么多 我同时要求你们 必须返还财产 我们要坚决移民 公开我们俩的财产真相 谢谢